三星公司赢得生产苹果公司下一代iPhone主要晶片的订单合同 大家好 我是杰西卡沃克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回顾 尽管两家公司是竞争对手 根据HI投资机构的评估 此次三星集团为苹果公司生产非内存半导体件业务 将能使之从去年的1万亿海员亏损 转变成今年的1万亿利润 苹果A9处理器芯片生产合同已经签署 两家公司正在合作提高产量 苹果和三星的关系在近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的状况 竞争的争议甚至都提上过法庭 此次苹果选择台积电作为其iPhone6和6Plus的A8处理器产商 而作为全球第二大新聘产商三星集团 此次抢下了订单 三星和台积电为了获得苹果公司的此项业务 都提高了资本支出 但三星公司显然能够提供比台积电更有竞争力的报价 也潜在地具备生产更先进产品的能力 瑞银集团估计 三星去年在处理器业务方面支出37亿美元 今年将能够就苹果的合同支出会提升到49亿美元 可能会在首尔之外建设额外的芯片工厂以满足要求 苹果近期在中国的销售达到了顶峰 占据27.6%的市场份额 这是由于iPhone 6和6 Plus带来的推动 但未必所有的消息都是好消息 iPhone手机二月底 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从去年的39.3%下跌至38.8% 苹果公司三月份的股票也较之前一个月下跌2.44% 昨日公布的报告显示 支付工具Apple Pay的使用也没有达到预期 只有48%的苹果用户用过一次 而这其中有47%的用户将Apple Pay设定为 其可接受的移动支付技术 本期新闻回顾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